是的 沙巴首长 纳杜斯里哈芝芝曾经形容 议员跳槽凸显沙巴政治成熟 结果被民心党主席 纳杜斯里沙菲伊阿达 炮轰他煽动议员违反宪法 强调跳槽绝对不是成熟的政治 沙菲伊今天在国会媒体室召开记者会表示 我国已经落实反跳槽法 个别议员跳槽就是违法 他促请哈芝芝不要把沙巴议员标签为喜欢跳槽 不过沙菲伊也认为 现有的反跳槽法有漏洞 以至于议员可以宣布支持某一方 但是继续留在原有的政党 而不需要悬空议席举行补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原有的政党中